大家好 批语书 今天是个大人初一 给大家讲讲电影这个话题 电影 为什么讲电影呢 一个是我的确是闲着 没事干 完了以后就是挖电影看 看了两部好莱坞的电影 好莱坞的电影一直都是很好看的 好看在哪里呢 一个是有场面是吧 场面它是高科技的场面 都是很刺激 有视觉的快感 那第二个呢 好莱坞的电影呢 通常意义上它都会什么呢 它都会讲一个很有趣的 很扣人心悬的故事 好莱坞的电影 它就是永远它会给你 让你觉得很爽是吧 但是我今天看了两部电影呢 而且我第三个好莱坞 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明星 有一个明星效应 我是看了两部 杰森斯丹森的电影 杰森斯丹森硬汉好莱坞的传统 我很喜欢他的造型 很喜欢他的酷 特别酷 别看我长得像个凉泡 其实我的内心深处是很爷们的 比如我开的纯种越野的 开的纯种越野的车 然后很早就玩跑车 都是这种感觉 我并不是大家想象的 有个人看我的样子 我样子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 但是看完了以后特别失望 你知道吗 所以看想跟大家聊聊 失望在哪里 里面有一些个什么样的东西 值得我们去在这样的一个春节期间 大家都闲下来的时候 思考思考 看看我们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 那当然另外一个想跟大家谈谈电影的 也是我的个人的一个私货了 就是我的好朋友王怡 王怡牧师 他是一个电影迷 他应该是中国最优秀的影评人 他以前在南方人物周刊写这个影评 那绝对是南方人物周刊 或者是整个中国文化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 文笔了额 而且有非常沉稳的价值谱系 加上他的极其舒缓的文笔 所以成为一个文本现象 王怡的影评 此时此刻我们都在吃香的喝辣的 可是我们的老朋友真的是人在监狱里面 哎不知道他有没有肉吃 不知道他有没有烟火 也不知道他很多的感慨 所以想跟大家聊聊 那看了两部什么电影 一部呢是我不知道是新还是旧 一部是杰森斯丹森演的一个什么人的愤怒吧 人之愤怒还是什么 应该是这个意思啊 就讲说一些一个操的爷们啊 他出去去办点事儿 把自己的儿子带上 是吧 结果就遇到这个劫匪了 然后他那个劫匪呢 在抢钱的过程中 把他的无辜的未成年的一个儿子 就给一枪给打死了 然后他就为这个事他要找到凶手 完了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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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追杀啊 场面真的很好看啊 然后呢 后来发现这个劫匪呢 是一群这个看着看着后来 你才慢慢意识到啊 是一群这个美国的啊 从阿富汗从伊拉克 就是回到美国的一群美国大兵 然后真的 特别的震撼 因为他回到美国以后都没事干 然后他就感觉非常枯燥 非常的无聊也非常的贫穷 就是我们要不我们自己已经能够满足一下 我们的啊 动刀动枪的快感啊 找到一个人生的感觉啊 当兵的感觉 同时呢 又能够搞点墙回来 然后一堆的这个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 嗯 然后设计了一个周密的一个计划 基本上一开始是所向无敌 直到碰到这个杰森斯丹森演的这个这个主角啊 最后哎呀 反正就是看完了以后 你知道我有什么感觉吗 我心里想就是看的过程中 因为他情节铺成的太好了 故事讲的太好了啊 完了以后他还有一种这个什么硬汉的风格 为自己老儿子报仇 这么一个东西在啊 所以你就觉得一切都是那么顺利成章 他看完以后我觉得我想吃了一口苍蝇似的 为什么呀 因为他把一群我们心目中的美国大兵啊 真的是就是仅仅是因为生活枯燥 仅仅是因为这个没钱花就变成了一群无恶不作 杀人如麻的这个街头劫匪专门抢银行 抢钱 抢抢运钞车就这么一个事情 你知道这也许是我想多了还是怎么的啊 其实我如果是王仪现在在外面的话可以打电话可以聊天 我肯定跟他聊一聊 美国大兵我们以前都是拯救美国大兵 看的都是叫做什么啊 雪战钢军里面 美国大兵呢 他基本上他还是一个美美军他是中立的嘛 他即不是他是超越党派的嘛 他是军队国家化嘛 所以美国大兵一直有他们的行为的底线 也有他们的非常良好的一个军队的一个训练 应该说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当然也有可能有 因为美国大兵也是人 是人就有罪 是人就有可能犯罪 是人就可能贪婪 是人就有可能杀怒是吧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 我突然看到美国的好莱坞的一个电影 把美军塑造成这描述成这样的一个形象 我想起美国当下的政治啊 真的 想起美国的民主党的政府对警察 对军人的那种 那种侮辱 亲世 川普当总统之前美军 美军的退伍军人的日子是非常不好过的 我们在电影里面 在推特上看见过这样的场景 很多退伍军人真的很穷 然后我看到过一个一个视频 在超市里面买东西 就买了15块钱的东西 然后口袋里没那么多钱 当时这个超市的服务员就很不客气 旁边一个女人就是给他付账了 然后对他进了一个你说我们 我们的国家欠你们的 你们能为我们国家做这么多居然这么穷 所以川普上来以后就是重振美军吗 给予美军很好的一个回报啊 大概其实就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美军他的存在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是美国的力量的存在 不是说美军就一定要优化 不是一定要优美化 但是这样的一种叙事的方式 我一拿黑而黑啊 我觉得是让我觉得很不舒服的 这好莱坞这是真正确 但是他的那个价值价值传导是站在民主党这边的 非常的有意思 但是美军他并不占民主党 也不占这个共和党啊 他基本上是一个国家层面的超越党派的军队国家化嘛 这是一个电影 另外一个电影就是一个难电影 我都不想提名字 我看了大概两分钟我就关掉了 也是杰森·史丹森演的 就是一个什么关于鲨鱼的故事 每两分钟就出现一堆中国场景 一堆中国演员 一看就好莱坞都从中国这边拿了中宣部的 拿了广电部的一堆钱 你知道吗 完了以后拍了一个好莱坞式的大片 从头到不恶心死了 你知道看这两个电影 你在我的个人的一个人范围之内 我就发现有两个现象 我是可以小结一下 第一个就是美国的电影 它是反美国的 反美军反美国 反反传统的 他就搞这些个政治正确 知道吗 他要因为现在的民主党就是拆掉美国嘛 因为觉得美国太大了 阿瓦马的他的个人的政治理想 就是让美国全球化嘛 让美国成为一个全人类的美国 而不是个美国的美国 而不是美国人的美国 所以你知道川普为什么要美国优先嘛 因为美国正在向着一个乌头帮的 一个全球化的这么个 全人类的美国一路狂奔 但是川普呢希望美国就是美国 所以川普经常说这个话 我只是美国人的总统 我不是全世界的总统 你这些话它是有哪一头的 我们看的时候不懂 但是你从这个电影里面 你能看出一个端倪啊 看出一些线索 另外当然的就是中国人这些年不是到处大洒币吗 到处撒钱吗 到处搞南金黄吗 是不是好莱坞早就已经被这个南金黄 已经被土工给收买了 所以你就发现嘛 第二个电影就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美国这样的曾经以美国价值 美国的普世价值为基本根基的这样的一个国家 早就已经和中共这样的魔鬼组织叫勾间搭配 这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一个一群流氓和一群文明人在一起做生意 在一起合作 最后并不是文明人改变的流氓 而一定是流氓改变的文明人 啊这不就克林顿的话吗 是不是克林顿说 我们要把中国带向一个全球化的这么一个框架里面 我们要跟中国人做生意 我们希望通过很多年的努力啊 让中国融入到全世界的这么个大家庭里面啊 完了以后最后让中国成功的 进行一个所谓的文明的转型 变成人类文明社会的一个健康的意愿 承担起这个世界的责任使命 是吧 结果最后里头发现没有 共产党的底色 细胞子的蛮横 然后这个土屋的无恶不作 一点都没有变 变的是谁啊 变的是美国 变的是民主党 变的是好莱坞 变的是那些个明星 一个一个都变得臭不要脸 知道吗 就是我看了以后 我真的特别的感慨啊 其实美国的电影一直都偏左 这我是知道的啊 过去我们比如我们看阿凡达的时候 就是非理性的提倡一种所谓的环保啊 人人类文明对大自然的破坏啊 就这种这个底色 可不可以呢 可以因为人是有罪的载体吗 你批评一下人的行为 我觉得怎么着怎么着都没问题的啊 还有比如说我们很早的时候 90年代的时候看这个什么 啊泰坦尼克号啊 你就会发现他们故意把一个有钱的一个贵族啊 一个一个有钱的一个企业家描述成一个道德败坏的家伙 把一个流浪汉啊 把一个吊儿浪当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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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地痞 描述成一个这个爱情至上 或者是这个道德至上的这么一个人知道吗 说是很有意思的啊 他有一种仇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潮 那个时候在美国其实挺明显的 体现在美国的这个电影里面 你能看得清清楚楚 当时看不清楚了 但是回头去看一看得清楚 所以美国的白左他也是要其来有字了 他还是有他的一个 一个一个观念的一个推导的一个过程 你在美国的历史上说这句话是可以的 我们之所以喜欢美国是因为美国他的白左 放在中国也是一个极其反动的思潮 因为中国是个什么情况 中国是根本就把人不当人 把人当畜生 你看那个八个孩子的妈妈 就就把人家锁着 是不是这跟妈妈都说了 这个世界不要我了 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 非常理性的人 非常有可能受过良好的文化训练的人 才能说出来的话 我是村你出来的 农村人说不是这个话的啊 没有见识的没上过学的说不是这个话的 所以这个人其实是肯定是有点想法的 但是没人管 为什么呀 因为中国这种事情就根本不把你人当人 但是白左是个什么情况 白左是太把人当人 太把人当人了 你知道吗 所以我说过我在文章里写过的 白左的底色就是都是围绕这个人的问题展开 白左是把人当天使甚至当上帝 你知道吗 为了人的自由 为了人的为所欲为 可以寻找各种理由 让人的存在超越上帝存在 首先是超越天使存在 然后超越上帝存在 所以你看 临缘够 你违背了商业交换的基本的逻辑 哪有不要钱的东西呢 不行人的权力大于一切 人的权力高过上帝 人的权力 罗尔斯的话高过终极的善 大于终极的善 善恶不重要 人的权力最重要 是这个意思吧 白左是这套东西 但是这套东西放在中国一定是大力不大 又为什么 因为中国人在共产党的眼里就不是人 所以你中国的这些个事情 你放在美国 他依然是非常惊讶 还还这么欺负人 一个女的生了八个孩子 居然用锁把他锁住 现在国外有很多地方在报道 是不是 所以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中国人这些年 一直就跟着美剧呗 是不是跟美呗 有时候哈美哈韩哈日 我们都哈过 其实我们都没哈明白 你知道吗 就是今天包括我们骂白左 我们也没骂明白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春节的时候 我们这个扯扯热点话题 扯扯电影 也讲讲美国当下的现实 讲讲我们的处境 然后我们在怎样的一个高度 去真正的去读懂中国 或者说在怎样的一个高度 真正的读懂美国 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很多年来我们都是 就是看人道把人数钱 知道吧 就是根本就是被人骗了 所以白左他骗我们 共产党也骗我们 其实我们两方面都受骗 所以作为一个 厚乎法国家的中国人 其实你的观念不训练到位的话 其实是挺可怜的 这是我的今天看了两部电影的 一个最大的感慨 跟大家扯不扯吧 谢谢